两会传来了重要信号 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真的是有很多新的提法 比如说 框定了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左右 CPI不超3% 赤字率按照3%安排 尤其是提到了 要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专项源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今年呢先发行1万亿 说到这个特别国债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 去年底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批准增发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 用途是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弥补防灾减灾短板 按照字面意思 灾后重建和补短板 那基本就等于是搞基建嘛 而且呢 特别国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它虽然也叫做国债 但是呢不会纳入到赤字指标 而且要求专款专用限制很严格 包括去年底那一次在内 这几十年来 咱们总共才发行过5次特别国债 第一次2700亿给了四大行用于卸包袱 第二次1.55万亿是给了中投公司当资本金 第三次1万亿是用于抗击疫情 第四次7500亿则是用于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 第五次呢 就是去年的1万亿用于补短板 但是到了今年两会上 工作报告里面直接说的是什么呀 说要在未来几年连续发特别国债 而且是发超长期的 今年先发1万亿 那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 这个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 就能赶上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了 政策信号可以说是充分释放出来了 实际上最近这两年 咱们的经济是出现了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就是老百姓在降杠杆 比如说提前还贷 不愿意买房 消费更加谨慎等等 那结果呢 就是经济面临到了通缩的压力 像去年咱们的CPI仅仅只有0.2% 通缩的结果就是经济萎缩 一旦掉到这个陷阱的话 国民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他们的经济就陷入到了失去的30年 一直到最近这两年才缓了过来 既然都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了 那咱们的决策层肯定要提前应对嘛 居民部门降杠杆 好吧 那就政府部门来加杠杆 像今年咱们工作报告里提到的通胀目标3% 从0.2%到3% 你看着只有2.8个百分点 但如果考虑到咱们的GDP规模 都已经超过120万亿了 2.8对应就是3万多亿 这可不是光靠拨动一下算盘就可以实现的 还有债势最近也出现了个很不同寻常的信号 前几天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历史性的跌破了2.5% 甚至都已经低于央行MLF的利率了 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收益都已经低于成本了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个样子的 这意味着资产荒 市场上大量的钱没有地方去 同时又为了安全就只能都来卷国债了 但是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的灵敏 上周五的国债跌幅超过1% 显然是嗅到了政府可能会增发国债的信号 然后答案果然今天揭晓了 超长期特别国债会连续发 好险呢 又一把锋利的镰刀差点就上市了 刚看到昨天晚上已经过会值等的提交注册的 创业版公司沃德农机撤回了上市申请 这家主营农业收割机的公司 之前是准备要IPO融资60个亿的 在上市的最后关口被挡住 可以说股民又侥幸逃过了一劫 很显然啊 这不是公司自己良心发现 也不是他的保健人海通证券突然道德提升 而是这家公司被发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第一点 上市之前大手笔分红 它跟前几天的浙江国乡差不多 也存在了上市前突击高额分红的情况 而且性质恐怕还要更严重 这家公司2003年成立之后 15年里都没有分过红的 2018年突然分红了26个亿 分红后账上的可分配利润 变成了负的2.91亿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都要分红 然后呢2020年又再分了4个亿 为啥呀 因为公司想要筹备上市了 但是之前呢 大股东占用了公司的资金去搞房地产 按照规定 大股东必须要把占用的资金还回来才能上市 但是大股东手里没有钱呢 所以呢就用分红的方式给大股东补窟窿 美其名曰回报股东 大家看这名的逻辑啊 大股东挪用了公司的28个亿去搞房地产 还不上了 结果呢又准备去上市 于是先分红解决老板的资金占用问题 但是分红之后公司又没有钱了呀 没事不是要上市吗 所以呢上市募资60个亿 其中23个亿用来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看来真是把股民们当活勒疯了呀 第二 这家公司的业绩有造假的可能 证监会在对他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 有一些经销商对外销售的产品价格 居然比从公司的拿货价都要低 也就是说批发价居然高过零售价了 那不等于就是经销商在贴钱 给公司贡献利润吗 而且这种现象是持续存在的 招股说明书只披露了近三年的财务报告 光这三年里 公司就因为这种操作多出两个多亿的营收 涉及到的总销售额更是高达接近27个亿 第三 公司很可能搞了提前确认收入粉饰利润 农机产品的销售都是要上系统登记的 而且是两套系统 一个是公司的销售系统 一个是国家的补贴系统 但是呢 公司的一些产品在销售系统的登记时间 早于补贴系统 而且有时候是同一套机器 在两个系统里的购买者名字都不一样 三年下来有多少呢 一共38个亿 获得2021年的总营收也才99亿呀 还有第四点 关联方的资料有篡改 公司的关联方给合作伙伴转利比2600万的账 但这个转账的凭证被篡改了 真实的收款方是另外一家 那通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有什么利益勾兑需要屏障了嘛 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咱们也不好说 总之呢 看了这些资料之后 简直是让人头皮发麻 这都啥样的货色 居然要来A股上市 而且一圈叫圈60个亿呀 它一旦成功的话 将会是创业版历史上的第二大IPO 这家公司从申请提交注册到最终撤回 在别人已经知道 它有这么多硬伤的情况下 还硬是厚着脸皮撑了一年多 这难道是恶意退市吗 最近有家A股公司的骚操作都刷屏了 首先呢 业绩突然变脸被ST了 然后股价连续跌停 公司不但不想办法维护自己的股价 反而又发了个公告说 自己借给大股东的39个亿 可能拿不回来了 那股价不就直接没救了吗 搞到网友们纷纷怀疑 这是不是在恶意退市呀 因为反正之前该圈的钱都圈了嘛 该套现的也都套现了 再待在A股也没啥意思了 还不如干脆退掉 这家公司呢 叫ST毅力 主要做的行业是新能源的光伏赛道 2000年上市的 之前的业绩还一直很不错 2018年到2022年持续5年盈利 每年多的话能赚10个亿 少的话也能赚5个亿 5年总共赚了接近40个亿 2023年全国的光伏新能源行业都卷疯了 公司也受了影响 然后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公司就公告说 公司虽然还是盈利的 但现在盈利只剩几千万了 结果谁知道啊 憋到了4月29号的时候 公司年报出来了 直接变脸变成了亏损5个亿 更糟心的是 这份年报还被会计所出去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按照规定 紧接着等待的就是ST嘛 国九条之后的行情 大家都知道 只要戴上来ST的帽子之后 基本上就是连续跌停 公司是4月30号发年报的 从5月6号开始 每天就数版吧 数到了5月24号 公司的股价已经跌破了一块钱了 结果这家公司不仅没有护盘的动作 反而又在6月4号晚上公告说 公司放在大股东旗下 财务公司的39亿存款 可能收不回来了 这个事就更加蹊跷了 39亿不是小数目哦 公司在前几年搞了一次定增 募集了32亿的现金 那按照规定 这个募集的资金 应该存在相应的银行专户里 轻易不能动用的 结果不知道公司搞了些什么样的操作 硬是把这个钱 转到了大股东旗下的财务公司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钱 转到那家财务公司 是为了更高的收益 这个初衷还可以理解 但是你总得考虑一下风险吧 这家财务公司 已经是劣迹斑斑的了 连续多年都因为违规被处罚过 但是公司完全不在乎 哪怕审计机构 不断地跟他提醒风险 他还非要把钱放到那儿 这不摆明了就是让猫儿看鱼缸 让老鼠去守粮仓吗 果然啊 这39个亿实际上就是被大股东 毅力集团给借走了 更关键的是 虽然这个大股东 持有公司12亿股的股份 占比三分之一 但这股份都已经全部质押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认为 名义上虽然他还是大股东 但实际上 他如果想要甩手的话 跟上市公司已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现在呢 这样上市公司已经连续11天跌破了亿元 哪怕后面9天 每天涨停也回不了面值以上了 可以说是已经锁定了退市的命运 但这里面没有问题吗 一级报还显示公司有165亿的净资产 却只有20亿的市值 青岛啤酒 现如今居然被一泡尿搞得焦头烂额 这两天有网友发视频称 在青岛啤酒三厂 有个工人爬进原料仓库里小便 注意啊 不是说青岛啤酒厂的工人随便小便 而是他故意爬进原料仓里去小便 谁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啊 啤酒里的泡沫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视频居然给了这样的一种解答 根据青岛啤酒官方公众号 对于这家青岛啤酒三厂的介绍 说是它的年产能在2022年达到了120万千升 据说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 生产效率最高的世界级智慧化工厂 虽然最新消息是有知情人士宣称 说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不是青岛啤酒的原料仓库 而是运输车辆的车厢 设施人员不是青皮的员工 而是外包公司的装卸工 但不管怎样反正以后大家喝啤酒的时候 心里肯定还是会各应的慌 而心更慌的恐怕得是青岛啤酒的5万名股东了 本来呢最近青岛啤酒的股价 从高点就已经跌掉了30%多了 现如今又闹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下周股价会不会又雪上加霜呢 你说要是公司的业绩暴雷了 或者出现了减持之类的利空 导致股价下跌 那传出也好听点嘛 但你要是说公司的股价被一泡尿给干下去了 这以后在江湖上还咋混呢 现在呢有很多人怀疑说 这个视频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呀 会不会有竞争对手在使坏呢 但是其实我感觉类似这样的负面消息 它不光只会打击当事企业 往往会牵连到整个行业 如果行业泥沙俱下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 而且这么做的动机也很奇怪 那现在的监控那么发达 谁尿的谁拍的谁发的视频 有没有人刻意的指使等等 以青岛啤酒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警察输出查其安来不要太轻松 所以更有可能这个事就是一个偶发事件 撒尿的人跟个别的外卖员 刻意的往河发里面吐口水一样 就是个奇葩 那说起啤酒行业跟白酒一样 它也面临着一个谁喝的问题 从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 全国的啤酒产量几乎一直都是在下跌 只有两年略微上涨 而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整个行业的集中度 在大幅的提高 开始呈现出只剩下少数几个玩家的寡头竞争格局 之前其实有很多地方特色的啤酒厂 现在要么倒闭了 要么就是被巨头给收购了 像深圳的金威啤酒 现在已经改性雪花了 销量下降 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巨头们的应对手段之一就是高端化 像青岛啤酒 甚至还推出过每瓶1399元的超高端啤酒 不畏销量 目的就是能够打开价格的天花板 这条路目前来看还算是顺利 像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 在今年这种行情里 股价居然还创过新高 但是谁能想到 这么多年的勾勾卡卡都过来了 现如今竟然很有可能要毁于一泡尿 目前青岛啤酒已经报警了 不知道最终的调查结果会是怎样 你们觉得呢 有人领了三万多 有人却要补交一万八 今天最火的APP恐怕就是个人所得税了 因为今天是三月一号嘛 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汇算清缴 2023年的个人所得税款了 之前如果有多交税的可以退 少交的要补 我今天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 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没准可以给你省下一大笔的钱 首先呢一定要记得有专项抵扣项目 比如说如果你有老人要养 有子女要抚养 或者曾经因为患了什么大病 有过大笔的支出 有房贷 有租房费用 或者是有继续教育支出等等 都可以进行专项抵扣 在这里面呢 赡羊老人是只限自己的60岁以上的父母 又或者是父辈都已经去世了 但还有健在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等等 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每个月可以抵扣3000元 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 可以约定比例 但是每个人也不能超过1500 还有抚养小孩也是 每个小孩每个月可以抵扣1500 一个孩子抵扣1500 两个孩子就可以抵扣3000了呀 以此类推 夫妻双方呢就任选一方来进行抵扣 一般选工资高的那个肯定更加的划算嘛 还有大病支出指的是 如果你自己或者是配偶子女生病了 在医保报销之后自费超过1500的部分 最多可以抵扣8万元 另外呢住房贷款利息 目前是只限手套可以抵扣 只要你有贷款 哪怕只有几块钱 每个月可以抵扣1000 之前很多人不是提前还房贷吗 就是要留下一点点 目的呢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 还有房租 根据城市的不同 每个月可以抵扣80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 但是呢房租跟上面我说那个房贷是不能叠加抵扣的 只能选一个 还有就是继续教育 比如说进修读个研什么的 每个月可以抵扣400 但是同一项目不能超过48个月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几个专项附加信息 都要在每年12月份以前进行确认 否则的话呢过时不补 损失就会很大了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注意你的收入来源的类别 比如说最普遍的就上班族了嘛 这一类呢通常都是由单位代扣代缴的 如果你也没有什么兼职收入的话 只要打开APP 预约时间之后呢选择汇算类别 看看哪种方式交的少一点 你就选哪种好了 如果是灵活就业的话 如果收入没有代扣 通常就只能选劳务收入类别了 还有第三个重点就是 年终奖个税的处理方式不同 差别也是会很大的 通常来说呢 如果你全年的日常工资加起来 比你的年终奖会高 那你的年终奖就按照一次性方式来计税 那如果你的年终奖更高 平时的工资加起来反而更少一点 那就采用综合计税会更加的划算 比方说你的月薪是一万块 年终奖三万块 那综合可能要交三千的税 按一次性计税只要交九百 那如果你月薪五千 年终奖却有十五万的话 一次性计税要交三万 综合计税只需要交一万多 具体呢 大家可以自己在APP里面测算一下 很方便的 还有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有一些额外的抵扣项目 比如说个人养老金 每年每个人有一万二的抵扣额度 但是呢 这个事需要你单独到银行去 开个养老金账户 这个抵扣项目 如果按照最高45%的税率的话 那么每年最多能够省下五千四百块钱 说了这么多 具体还是需要大家自己登录上去看一下 我呢 因为预约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我还看不到自己能省下多少钱 但是呢 也不用着急 六月三十号以前都来得及 而且呢 咱们国家在这块是非常人性化的 比如说 如果你平时多交税了 可以吐